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屯門青山公路大纜段 再有新盤推出 說的是Upper Gold Coast系列 押軸之作 Oma by the Sea 項目臨近黃金海岸一帶的海岸線 部分單位都享有休閒海景 會想輪近一帶的低密度住宅區 環境清幽 發展商秉承The Camel 和Oma Oma的悠閒度假式生活元素 邀請了三大知名設計團隊 負責規劃建築和圓藝設計 當眾包括負責設計北京Bulgari Hotel 呂獲殊榮的瑞士圓藝設計大師 Annear Garden Design 貫徹同一系列與大自然融合的風格 接下來就讓我帶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項目設有兩座住宅大樓 提供517個單位 間隔由開放式至四房不等 實用面積介乎297方尺 至1614方尺 作為壓軸之作 發展商說 無論在規劃設計、用料 或景觀方面都更優勝 電視本集ime 自從廣珠澳大橋通車之後 兩岸三地的活動比較頻繁 令當區的樓市投資氣氛相對比較濃 近日黃金海岸一帶的物業成交非常暢旺 無論在400萬左右的物業 小單位上車盤 甚至去到4000萬的獨立屋都成交 其實青山公路黃金海岸一帶的租務市場 一路都很平穩 租金大概是由35至40元左右 其實一路的需求都很大 供應都不足 所以在本區買樓收租也好 買樓投資也好 其實都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交通方面 項目附近就已經設有巴士站 可以出道市區 另外都可以去到屯門公路轉車站 都達其他地區 而這裏都有機場巴士 大約30分鐘就可以到機場 生活配套方面可以到黃金海岸商場 裏面有超級市場和餐廳 如果你想多些選擇 可以去到屯門市中心 那裏有多個大型購物商場 和過百間店舖、戲院、大會堂和公共圖書館 吃喝玩樂都一應俱全 學務附近還有知名的哈羅國際學校 而約克國際幼稚園 亦即將落戶附近的屋苑 到時子女升學就有更多選擇 相信今天的介紹 會令大家更加了解這一區的發展潛力 如果鍾情遊閒生活環境的話 就不要錯過這次壓軸的機會 會來